小姑子考上高中 非要住串串房 还让婆婆来城里照顾她 她在网上找到全新装修的漂亮房子 一个月只要八百 我好言相劝 串串房甲醛含量超标 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孩子掏药包家钱给他们租了好房子 可小姑子心心念念串串房 把生活的所有不顺怪在我头上 老鼠要堵死了我 在睁眼我重生到了 婆婆问我房子靠不靠谱那天 这房子是您和念念住 肯定听念念的呀 小姑子思念念坐在我家沙发上 不断刷着当家居博主赚钱的视频 她说她考上的高中 只有穷乡屁壤里考来的穷学生才寄宿 要是她也寄宿了 一定会被瞧不起的 她自作主张跑来城里投奔我 说网上认识的朋友给她推荐了房子 又便宜又漂亮 我和婆婆先前劳心劳力帮她找的房子 被她一票否决 我在网上找的房子比你们找的好多了 你们找的那又破又小的农民房 还不如老家的住卷呢 她嘚瑟地把那滤镜和广角拉满地看房视频 举在我们眼前 晃了晃看到没 这才是人住的房子 婆婆把求证的目光投向我 菲菲你觉得靠谱吗 我正正地看着她 上一世的记忆全部复苏了 那是婆婆也这样问我 上一世我嫁到他们家后 老公外派到北方 离他们最近的就只有在省城工作的我 他们遇到什么事都找我 而我从小是孤儿 无比期望感受家庭温暖 婆婆和小姑子对我有任何要求 我都无条件满足 掏心掏肺地照顾他们 我看出思念念找的是个串串房竭力阻止 我耐心和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住 还自己加钱 给他们找个好地段的好房子住 思念念不太乐意 不过婆婆听我的话 乖乖住进了我找的房子里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思念念入住后 身体是没有什么毛病 心却彻底坏掉了 她成绩一落千丈 交了些狐朋狗友 变着法找婆婆要钱 还经常夜不归宿 有一回婆婆半夜追她 不慎摔进医院 她不但一次都没来看过 还理直气壮地说都怪你找的破房子 害我妈摔跤 要是住在我找的公寓里 什么配套设施都有 怎么会让妈遭这种罪 她把一切不顺 都赖在我给她找的房子不好上 说是我有意害她 任日说夜夜念 终于在我请她们来家里过节时 思念念在我的饭里混进了老鼠药 我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还在担心她们 妈念念饭菜不对劲别吃渴 思念念一脸嫌恶地将我踢开 婆婆想打120 却并不是想救我 她这便宜货死了就死了 但念念你不能背上人民官司啊 思念念拦住了她妈 我是未成年 就算被发现了 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更何况她一个孤儿 除了我们谁在乎她死活 我哥不是在南方找了个富婆吗 你又不缺儿媳妇 婆婆慢慢放下了手机 眼睁睁看着我的口鼻被鲜血毒死 彻底没了生息 我死后老公私养和新老婆逍遥自在 婆婆拿着我的存款和保险赔付 送思念念出国留学 思念念摇身已变成了美女留学博主 坐拥上百万粉丝 每天过得只醉精迷人间极乐 而我尸骨无存 骨灰被他们混在猪饲料中 被肥猪吃下 化为一滩恶臭无比的猪粪 这就是我掏心掏肺对待的一窝豺狼虎豹 恨意翻涌 我看着婆婆殷切的目光 皮笑肉不笑嘛 这房子是你和念念住 肯定听念念的呀 思念念这才放下手机 正眼瞧我 妈嫂子可是老师 她说的话你总信了吧 婆婆连眼点头 我也满意地指点头 我倒要看看 你们如愿住进心心念念的串串房 会有怎样的好下场 几天后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串串房 中介滔滔不绝地给我们夸 这房子地段好户型好价格还实惠 可一进屋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呛了我咳嗽了两声 婆婆常念鼻炎 没什么反应 思念念更是一整个撒欢不已 完全不在意气味 她喊着妈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房 我扫视四周 屋子的装修是网上很常见的阴子风 灰纹地砖拼色窗帘低饱和度的沙发 白色柜子和桌子 客厅和房间的墙壁上 挂着好几幅花里胡哨的挂画 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床垫的保鲜膜都没丝 婆婆惊讶不已这房子真干净啊 亮堂堂的真的只要八百 没有其他收费 中介点头如捣算绝对没有其他收费 我们这是新房出租 全部都是新装修的 要不是房东在外地着急出租 哪有这么低的价格呀 你们这是捡到漏了 再问水电两块一度 水五块一吨 是正常的价格 婆彻底放心了 我看着杂牌空调和冰箱上的五级能耗 这五级能耗的电器用起来 一个月的消耗可是能超过房租的呢 思念念和中介聊得热火朝天 眼看马上就要签合同 婆婆这是笑着过来玩我的手飞飞呀 你住的那里 是学校免费给你分配的公寓 听说你那还有住房公积金能拿出来用 这就打起我公积金的主意了 上一世他也说了这话 我告诉他 我的公积金是留着买房的 他脸上就有点挂不住 直到我说我自己贴钱给他们租房 他这才露出笑脸 转头就打着给我做饭的敏仪 拿着我给的钱去买大鱼大肉 做的菜全是思念念爱吃的 婆婆给我加一块大点的排骨 思念念就在饭桌上哼响唧唧 我的讨好行人格 让我上赶着把排骨夹给思念念 说他长身体要多吃 婆婆笑得开怀 说我们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如今回想起来 我真是个纯种怨大头 被他们以亲情的名义骗得团团转 我一脸诚恳地对婆婆说 妈我这公积金攒到一定级数 积分可以转户口 到时候我带着念念一起转成城市户口 到时候考大学可是有好处的 要看长远发展不是 婆婆眼睛一亮这积分能帮念念考大学 是啊我现在攒着钱 到时候还得帮着念念买房呢 我是她嫂子 要给她娘家的底气 婆婆裂出一排大门牙 高兴地直挫我的手好好好 念念有你这样的嫂嫂 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又说这好房子可遇不可求 思念念高中三年 干脆就签三年 省得到时候续签 思念念当然乐意 中介更窜多着婆婆一租三年 这一租三年要压的钱可就更多了 婆婆又把求助的目光一向我 我善解人意地对婆婆说 妈思扬不是有张卡在你那 要你帮她存钱吗 就刷她的 她这么疼念念 哪会舍不得这么点钱 你放心有事我给你们撑着 婆婆这下终于不再犹豫了 我比中介还快地掏出笔让婆婆签字 婆婆按下手印 那一刻 我和中介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随后我找借口快速撤退出串串房 这宝贝甲权我可是一口都不敢多吸 生怕戏多了思念念还要找我收费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老公思扬的电话 许飞是你跟念念说要租三年的 我银行卡刷出去这么大一笔 你是不是疯啊 我开了免提 一脸委屈 老公我们当初合租搬房子 搬来搬去多累啊 念念这高中可实大实要念三年的 你忍心看妈这么大年纪折腾来折腾去 思扬急躁起来那你付不就好了 干嘛刷我的卡 要不是你 我今天怎么会被她噎住了 今天怎么了 我温温柔柔地问 思扬不再接话 转而又指责起我自作主张 我左耳朵记右耳朵出 反正有人比我急 婆婆抢过我的手机飞飞 我帮你骂她 她拉着思念念进房 我洋装洗碗靠在门上偷听 思扬你好啥地你妹妹花的 那是一家人 又不是给随随花的 妈你不知道我这边掉入覆图 她看到我扣费短信 问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我好不容易才糊弄过去 婆婆倒吸一口气这样啊 那下次妈注意 还有你别和飞飞吵架 她今天还说要攒钱给念念买房呢 你两边都要哄好了 妈后半辈子就靠你了 还有我 思念念打着嗓音冲电话那头撒娇 行了行了 以后你们想办法多花点许飞的钱 她这人心软最好拿钱 我这边紧凑着呢 知道了 房间里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地盘算着怎么扒我的皮 喝我的血拆我的骨 要不是我现在住的是学校分配的公寓 不能让外来人员常住 他们怕不是要把我赶出去旧站却潮了 但我早也不在意了 低头看着手机上先前谈好的 中介多打来的分城的钱 微微一笑 思念念住进串串房后 疯狂购物装点屋子 又不停在社交平台上发动态 终于住进我的梦中情房了 看我如何一点点 把它变成完美的样子吧 住房vlog整女高中生的快乐一天 阳光洒进卧室 元气满满的一天从住在好房子里开始 一整个暑假 她都没拿起过书 一心扑在网络上 打造她的15岁天才少女 家居博主的人设 偶尔有人评论她住的是串串房 她还不乐意和人家吵起来 说网友极度她住得好 阴沟里的蛆 人家叫真和她吵起来 她又吵不过 转头把她不爱看的评论全删了 只留下清一色的赞美 哇 你是我的梦妹妹住的房子真漂亮 一定是人美心善 博主品位太好了 好想和这么有品位的博主做朋友啊 我用小号给她点了几个赞 也幸好她没脑子 把对她的忠告全部一棍子打死 省了不少麻烦 就让她沉浸在甲犬的美梦里 醉生梦死吧 入住串串房一个月后 思念念马上就要开学 脸上却起了不少红肿的痘痘 婆婆回村里找人买了几副中药 冲给思念念喝 喝得她上土下泻 两人又找上网 想让我用我的医保 带思念念去城里的医院看看 上一世他们就这么蠢 思念念感冒 她在网上刷到可以用共济医保 却不知道只能直系亲属使用 她说我要是不给她用 那就更加是存心害她 我和他们解释不清 只能自费带她去医院 一个小小的感冒 思念念非要挂昂贵的专家号 还东说西说得给自己安了一大把病 狠狠在医院宰我 直到我死前我才知道 她多次装病去医院开药 实际上是在干倒卖病例调和药品 给同学的买卖 我多次日夜不合眼地照顾她 为她小病不断地毛病日夜奔波 给她熬个种十全大补汤 比婆婆还对她上心 不仅钱得够 心理上的关心也是绰绰有余 可她人心不足蛇吞向 居然歹毒地给我下老鼠药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不让我住那漂亮房子 我怎么会当不了家居博主 容不进学校的富人圈 到现在都只能给他们打打杂呢 我要是一开始就住进去了 现在在学校的地位早就登顶了 原来我费心费力地给她找好房子 在她看来全是挡了她的好日子 是我让她没法成为人上人 这些年我对她的关心和照顾 得不到她一丁点感谢 只换来她的恶毒 我认识思阳十年 看着思念念从七岁到十七岁 看着从不到我肩膀高到比我高半个头 最终死在她手上 一想到这我就心寒 我当然知道思念念为什么长这么多痘 甲醛西多了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更何况她正值青春期 我没答应带她去医院当冤大头 说自己在医院的朋友拿了药 免费让思念念用 思念念在我的公寓住了几天 药运果然不长痘了 她每滋滋地让我再去拿药 却不知那所谓的药 不过是生理盐水罢了 只要不住在串串房里 她这个年纪的皮肤 自我修复力还是很强的 只是她皮肤稍微好一点 又盯上了我昂贵的护肤品 趁我不注意每次都偷用 大把大把地护在脸上 我当然不介意 还大方地把剩下的护肤品送给她 毕竟那是过期的甲醛加过期护肤品 祝她的脸快得加倍呢 与此同时 她在社交平台上 接了修复痘痘的三无广告产品 她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的脸好起来就是用了她 粉丝赶快下单和她一起用 还说自己马上就要开学 要用一张完美无瑕的脸蛋 迎接自己美好的高中生活 我乐了我也想知道这一事 她的高中生涯开局到底有多美好 开学一个月后 婆婆愁眉苦脸地找上我 她断断续续地咳嗽 说思念念的月考成绩出来了 和中考的一非冲天不同 她这回连及格线都没够到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她高一就不及格了 她老泡在网上发房子的照片 整天就在不停改造房子 和中邪了一样 你说是不是网上的人给她带坏了 我忍不住冷笑 她被网上的人带坏 她带坏网上的小朋友才对 她天天抄袭别的博主的文案 推荐自己压根没用过的产品 还不知道被她骗的网友有没有事呢 婆婆急得团团转 又求我飞飞啊 你是老师 给念念补补课吧 每天不两三个小时就够了不多的 我被她的厚颜无耻下的连连摆手 妈我是教小学的 念念考上的学校是重点高中 我哪里教的了 婆婆又想出一招 那你们都是老师 你去给念念班主任送礼 让她多关照念念 我无语了 给公立学校的老师送礼 无疑是断人家教学生涯 我叹了一口气 妈不是我不帮念念 这是她自己挑的房子 她喜欢在网上发这些 我拦不住啊 哎妈 当初你不是也很满意房子吗 你怎么不劝劝 婆婆善善道 念念不听我的呀 我也和四样说了 她也叫我找你想办法呢 而且不知道怎么了 我住进这房子后 老头晕咳嗽嗓子干得很 气也不顺 要不你带我去医院吧 我直接打断她 连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感冒药和几百块钱 妈你不早说 你们这水土不服也太严重了 我这正好备了点药 你拿去以后有什么不舒服就找我 还有一定要吃点好的呀 别担心钱不够找我拿 婆婆瞬间眉开眼笑 不说四念念成绩的事了 拿着钱和药走了 没过多久 四念念的班主任 的电话就打到手机上了 她和同班同学打了起来 而且不是一个是好几个 打婆婆的电话没人接 只能打给我 音乐不见 重新住回串串房 又用着过期护肤品的四念念 痘又长了满脸 脸色更是蜡黄 眼里全是红血丝 甚至连脖子上都起了一片红疹子 和她打架的那几个小姑娘 各个撅着嘴瞧着很是不服气 他们受四念念邀请去串串房玩 没多久就觉得头晕 说要回家 四念念急了 觉得他们没品位 瞧不上她精心布置的房子 将他们臭骂一顿 可一到学校里 就轮到四念念被群起而公知 天天在学校吹牛 自己是家居博主 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什么穷酸装修劣制到我头痛 四念念哪里受过这气 一个人大战七八个人 被一顿好打 她的班主任苦口婆心地告诉我 四念念的成绩已经倒数 整天不想着怎么提高成绩 只做当博主发财的美梦 我替四念念和他们道了歉 赔了些上次从他哥那里 骗来的钱给人家 将四念念带走 四念念一路上不停和我说 那几个女生有多恶心 潜词造句恶毒至极 我很难想象 这些话是从一个 十五岁的孩子嘴里冒出来的 实在听不下去我打断她 念念你和我说这些也没用 我要上班 处理不了你这么多事 妈闲着你多跟她说 你不是也在网上做博主吗 嫂子很开明的 不会像妈和你哥那样管着你 你做啥我都支持你 我对她一顿彩虹屁输出 举双手双脚赞成她 坚持走家居博主这条路 四念念的尾巴立马翘起来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远见的 到时候我哥不真到了那时 我会让我哥对你好一点的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送她回串串房 可才一开门 四念念就吓得血色全无 妈你怎么了 一开门婆婆正倒在客厅中央 房子里的门窗紧闭 他们住了这么久 甲醛的味道散居然还是很浓 我捏紧了鼻子 立刻开窗通风 又掐了掐婆婆的虎口和人中 终于将她弄醒了 婆婆仰着头 晕坐在阳台上 好久才缓过来 四念念去给她倒水 一转身比血就流了出来 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他们俩 已经发病到这个程度了 我扫尸了一圈这串串房 发现四念念还真给这宝贝房子 添置了不少甲醛毒瘤 因此封得便宜白色书桌 实际上是甲醛毒王密度版 简约封的彩色强指 强不翻覆时使用的大量胶水 会发散甲醛 干净整洁的木制地板全屋铺开 让甲醛充斥房子的脚脚落落 我没忍住笑出声 四念念的同学说的真没错 他应该转行 不该当什么家居博主 应该去当软庄甲醛采雷王 我一边给他指血 一边好心提醒他们 平常也该开窗通通风 四念念白露我一眼 你懂什么 我懂风水的网友说了 我们住的这种户型 必须要关好门窗 才不会漏财 嘖嘖这哪里是什么网友 简直是活颜旺啊 四念念这么信 我管那么宽干什么 反正我可是劝过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没过几天 四念念和婆婆不负我所望 又闹出大事了 她把打架事件颠倒黑白 添油加醋 只对婆婆说自己被欺负了 婆婆本想安慰她几句就作罢 思念念却胡搅蛮缠 她说我对她如何如何好 自己的亲妈反倒不如外来的嫂子 婆婆被逼急了为了哄她 居然一路摸索过去 把那几个半袋的小姑娘打了一顿 这回已经被警局拘留了 我赶到现场时 本来和双打了的茄子一样的婆婆 立刻只愣起来 我媳妇可是省城最好的学校 萧山小学的老师 人脉可广了 你们刚才对我大呼小叫的 可小心这点 我一边安抚婆婆 一边向警察了解具体情况 警察皱眉打亮着我 你是她的监护人是吧 你妈妈也太嚣张了 受害人的诉求是拘留和赔钱 我都答应该拘留拘留 该罚款罚款 罚重点掌掌记性 警察的嘴张德能塞下一个鸡蛋 这这种诉求还是第一次见 我笑得无比畅快 不仅有第一次 之后还会有第二第三次呢 回来见到婆婆 她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都解决了吧 我就说她们先欺负了我们念念 我去帮自己孩子是天经地义 我装作愁眉苦脸 妈念念和她们小打小闹的 都是她们学生之间的事 你一个家长掺和进来就不好处理了 说不定还要罚念念呢 婆婆有点慌了 为什么罚念念 念念还这么小 有什么处罚 我可以替念念的 等的就是你这句妈 人家一共就两要求 三个姑娘一人赔十万 要不然就要念念退学 婆婆惊得从座位上滑了下去 什么一人十万 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 还有念念怎么能退学呢 我不仅不慢道 妈放心 我都有我能动用的关系问了 只当做治安事件处理 你在拘留所住一个月就行 在拘留所好吃好喝的 你看怎么样 婆婆松了一口气 行行行 只要不让念念退学 不赔钱就可以 非非啊还是你聪明 我回赠婆婆一个大大的笑容 亲手打包行李送她进去蹲橘子了 婆婆进去后 思念念就让我闹了好一场 我只会哭说自己没用 还不如思念念当博主来的主意大 这就点醒她了 她自作聪明的 编造了一个自认为能混淆是听的视频 发在网上 说她是乡下考到城里的学生 好心邀请朋友来出租玩 却被看不起 她控诉学校和老师不作为 任由学生对她进行校园暴力 自己的妈妈替她出头 反而被恶势力送进警察局 请求大众网友帮她救出妈妈 好一出母女情深的大戏 视频里 她因为吸多了甲犬导致的头发枯黄 两甲凹陷和精神迷米 到真相被校园霸凌的悲剧女主角 她还将与她打架的几个女生的个人信息 透露到网上 引导她的脑残粉们 对她们进行网络暴力 事情扩散得很快 校园霸凌外加城乡话题本就敏感 网友一面倒地站在思念念这边 最看不起校园霸凌的 博主好心邀请他们去家里玩 他们还瞧不起博主 真的恶心至极 不说别的 城里学生瞧不起乡下考上来的学生 是最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可信度很高 我说博主最近的精神怎么越来越糟糕 原来是遭遇了校园暴力 呜呜心疼博主 那几个女生 发出的澄清帖子都不到有效曝光 还被愤慨的网友们顺着网线 骂到学校和家里 思念念赚足了流量和眼球 每天沉迷于和网上的人聊天 再也不去学校了 当甩手掌柜当惯了的私养 打电话对我心事问罪 骂我没照顾好婆婆和思念念 我悠闲了一招置敌老公 我没了你不行 还是得靠你回来处理 另外这边还要钱打点关系 要不你先打点钱回来 电话那头恼羞成怒钱钱钱 就知道要钱 我懒得跟你说 他直接挂了 男人就是这样 你问他要钱 他马上装死 我静静等着 事件发酵到无可转还的地步 终于一个挂着思念念家居 博主的铁粉账号 实名转发了思念念的控诉视频 给大家呈现了一个今天大反转 爆料账号的主人 是思念念的小学间初中同学叫林小 思念念家在村里算得上有钱 而林小家中贫寒 只有爷孙俩相依为命 思念念从小学开始 就以和林小交朋友为由 胁迫的要成绩优异的 林小替他写作业 作为交换 他偶尔会给林小提供一些物质帮助 林小真心实意地把思念念当好朋友 结果思念念却越来越过分 甚至要求林小帮他考试作弊 最过分的一次是中考 那时林小爷爷生了怪病 思念念声称自己哥哥在外省 找到神药可以救助林小爷爷 要林小和他替换中考成绩 林小照做后 原本成绩频频的思念念 如愿考上省城的重点高中 可那神药却害死了林小爷爷 林小却找思念念要说法 却被思念念和思养赶出来 思念念嚣张无比 说自己未成年 哥哥又有出息 做什么都不会有处罚 至于林小 无权无事又无依无口的 他们想要斩死他 就和斩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林小求助无门 转头却在网上看思念念做博主 混得风生水起 他潜藏在思念念的粉丝群 和每一个帖子后 收集了思念念街的三无广告 和无良宣传的证据 还直接点出了思念念主的 是高浓度假全串串房 思念念的同学不愿意久呆 只是生理机囊为了保命罢了 这条实名举报的帖子一出 事件瞬间反转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不仅是校园暴力这一块 连带着乡镇教育局 中考考场设置是否合理 都炒上了热搜 深陷舆论的学校 以思念念入学成绩作假为由 直接将他开除 社交平台收回思念念的账号 那些因为他的推荐 购买了三五产品的粉丝 也对思念念大肆辱骂 现在就如过街老鼠一般 他的宝贝串串房事情闹大后 被房东强制收了回去 至于那三年的合同 不好意思 三年的合同是和中介签的 关我短租三个月的房东什么事 在想找到那个中介 早已人去楼空 他想来我这里躲躲 更不好意思 我从重生回来后就申请了离职 这两个月上班 只是在等着新教师入职做交接罢了 他想躲回农村老家 却发现房子被拆了 当初为了保住他学籍的那三十万 我可拿不出 可不就得拿他老家的宅基地底债吗 这下好了 他没钱没地方住 还被开除 完全设死 思念念彻底破房 哭着喊着找妈妈 在警局面前大闹特闹 甚至还袭警 这下 他终于如愿以偿的禁局子找妈妈了 事情闹到这地步 思杨再也不能躲在外地当缩头乌龟了 他回来从看守所将两人捞出后 第一件事就是对我破口大骂 还拿离婚威胁我 他以为我是上一世那个 他一说离婚就害怕到百依百顺的女人 闹到我从前工作的小学 搞得前同事们都无法正常上班 我受不了他那副无耻至极的样子 答应了见面 思杨依旧指高气阳 翘着二郎腿对我指指点点 你快点和我认错 我还可以考虑带你去见妈和念念 你和他们好好道歉 让他们打你几顿出出气 就原谅你了 房子的是你赶快处理好 谁允许你动老宅的 你一个女人家签什么合同 真是晦气 我差点没被气笑 真不知道上一世的我是什么脑子 居然在他们这家人的挫磨下 生活了七年 我告诉你思杨 我最大的错处就是和你结婚 给你家当牛做马七年 你们算什么东西 要我给你们道歉 你家那破房子 怎么装修起来都不记得了是吧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 房子外头连瓷砖都没贴 还是红尼瓦房 是我花钱里里外外装修的 现在我要离婚 这些装修的我拆走没问题吧 你妹妹和你妈联手 欺负人家要赔钱 我不拿你家宅机皮出手 你真让他们吃饶饭啊 真是好儿子好哥哥 思杨一拍桌子就要打我 被我一闪歪成了个狗吃屎 他急吃白脸到就你大善人是吧 我妈和我妹 到最后还不是进去吃饶饭了 我捧腹大笑 我可不是大善人 你最好快点给我签字离婚 不然我也要把你送进吃去饶饭哦 张扬气到发抖 还以为我是在嘴硬 抓过我放在一旁的离婚协议就签字 看到没我签字了 许飞我可告诉你 我很抢手的 我劝你现在和我回去 加上联系方式后 他开始时常出现在我身边 下雨了给我送伞 生病了陪我去医院 早上叫我上早课 晚上提醒我早睡 他追我的时候 连水瓶盖都没自己拧过 他把对我的好挂在嘴边 翻来覆去的说 把我洗脑到连我自己都认为 我一个人做什么都不行 我离不开他 大学一毕业 他就和我求婚 婆婆又与人和善 我还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 实际上他对他兄弟说的是 这种从小去爱又世事都很能干的女人 世面上可不流通 我可得趁早拿下 让他好好伺候我妈 在他眼里 我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又实惠的货品 可以无条件的在后方 帮他照顾原生家庭 让他毫无后顾之忧的在外地 和别的女人循环作乐 只是我曾经真的认为 他对我有那么一点真心 没想到 曾经我在深夜向他倾诉的伤痛 如今都化为了他刺向我的利刃 原来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非要来招惹 难道真要我被他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吗 休想我一杯热咖啡泼过去 烫着他哇乱叫 你怎么知道 我一脚狠狠踹在他胸口上 软饭难 回去带你妈和你妹做个体检吧 他们俩死活赖在串串房里住这么久 说不定身上有个什么大病呢 拿到离婚协议书后 我很快提交了 四杨婚内多次出轨的证据 办完了离婚的相关手续 从此之后 四杨一家的事情在与我无关 他帮父婆的梦碎工作也丢了 还被父婆叫人狠狠打了一顿 伤的最重的地方正是他的宝贝命根子 他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了 我好些让他带他妈和思念念去医院检查的忠告 他不听 非到他妈口吐鲜泻了才去医院 最终查出他妈中肚肺炎外加肾脏枯竭 思念念则直接患上了白血病 思扬这些年存的那点钱 很快就被他们撒在医院烧光了 他们在水滴筹上想筹钱治病 可名声早就臭了 有人往里头最低限额的钱 实则是为了骂上他们一句出轨难 活该没命根子 下下下辈子你也断子绝孙 有关他们仨的消息 收拾好行囊 打算彻底离开 这个因为思扬我才来的城市 可就在汽车发动时 一个单薄的身影挡在了车前 嫂子你要去哪里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 我没想到思念念居然自己跑了出来 她瘦得厉害 带着毛线帽怯懦地看着我 一双眼睛凹陷在眼眶里 好像一个大头骷髅 我心里涌上一阵不适 思念念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 还没大学毕业时 思扬带我回家 那时的思念念才七岁 看我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死去 说不定还真会同情他 可我认识他十年 以他嫂子的身份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七年 只换来一场毒杀 他和他哥一样 从来没看得起我 只认为我是一个孤儿 就可以随意践踏我 对他们好就该是天生的 他们对我的利用和压榨 在他们眼里反而是对我的恩赐 一想到这我就恨得牙痒痒 念念我和你哥已经离婚了 我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更没义务管你 我直接发动汽车 马达的轰鸣声吓得他跪倒在地 见我不为所动 他又扯下了自己的毛线帽 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 光秃秃的像个隔夜鲁蛋 嫂子我错了 我不该不听你的 我不该住在那房子里 这一切都是我就游自取 可是我真的很想活下来 嫂子你是最先善的 你救救我 这话听着 倒像是他也知道了上一世的走向一般 可若是他也重生了 知道上一世他对我做的一切 怎么还敢厚着脸皮来找我 有些人自己见 就以为所有人和他一样见 我的善良是有衡量标准的 很可惜见人们不在我的善良范畴之内 我直接一脚油门冲思念念念过去 他惨叫着从我车底爬出 乌言慧雨瞬间又从他嘴里涌了出来 我笑了他这种天生坏种 装可怜果然装不了多久 还能这么有活力的骂人 看来他活在这世上 受折磨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开车急迟而去 又回到了私养的老家 但我要见的可不是私养 我要见的是我的盟友和亲人 车辆开到一间破败的瓦房前 林小岛收拾好行李等在门口 自从上次思念念说 网上有人叫他在串串房里关好门窗后 我就开始留意他账号下的网友 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志同道合的网友 在冥冥之中帮我 最后发现同一个IP地址下 思念念的一个铁杆粉丝 从他开始做账号 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连思念念的三个小号下 他都换了马甲 和思念念打得热火朝天 我怀疑 这人在现实生活里也认识思念念 并很快就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林小 信息一交换 我才知道原来一开始 就是林小冒充省城的新同学 把串串房推荐给思念念的 甚至连那个中介都是他唯一的远房表情 和中介在互相都不知道底细的情况下 只靠一点利益交换就坑了思楊一笔钱 也算是合作伙伴了 林小是个聪明又坚韧的姑娘 他唯一做的一件糊涂事 就是答应思念念调换中考成绩 断送了自己的学业 可那时 这是他唯一能救活爷爷的希望 林小说他不后悔这么做 却没想到思念念和思楊恶毒至此 他对思念念的恨意不比我少 他和思念念一同长大 对思念念的脾气秉性拉捏得比我更准 这场串串房局 是对好高骛远的思念念的精准打击 要不是上一属我插手 思念念的结局估计也和现在差不多 只是我一插手干扰就多了 我一个冤死鬼 也让林小不得不重新布局 他的成熟稳重远超他的实际年龄 让我一度忘了他和思念念一样 也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 看着他 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年少的自己 我从小在公安院长大 没有家庭领养我 我就一直住到18岁 一上大学用育人不输 落到思养的糖衣炮弹里 我从未感受过真正的亲人关怀 直到那天 我冒雨找到林小 他明知道我是思念念的嫂子 以为我是来抓他伏法的 却还是第一时间关心我 林乐宇会不会生病 喝着他从拓瓦房里端出的姜茶 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暖意 那一刻 我抱着林小瘦弱的身躯嚎大哭 林小比我幸运 他有爷爷陪伴他一起长大 林小也比我不幸 疼他爱他的爷爷死不瞑目 他从此孤身一人 见过阳光的人骤蓝失去光明 远比从未见过阳光的人痛苦百倍 我决定带他一起离开这伤心的 成为他的监护人 陪他度过今后的人生 林小答应了 我们两个不同层面的孤儿 终于成为了对方的亲人 林小上了车 问我们去哪里 我紧紧握着方向盘 微柔又坚定地告诉他 当然是去能让我们幸福的地方